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中篇 地狱见闻 八 大油锅地狱 问 2018年10月7日 弟子如往常一样礼佛结束 在观音堂诵经时 只见观音堂内云雾缭绕 不久 弟子意识陷入沉睡 迷迷糊糊中来到一处地狱上空 大油锅地狱 丧尽天良 坏事做尽 罪业滔天的罪灵 从其他地狱惩戒后 多次地狱下油锅 魂飞魄散 大约七 八排的大油锅 每一排都有数十个黑漆漆的油锅 非常整齐地分布在这个地狱中 一个油锅可以容纳多个罪灵 油锅前挂有牌子 分别写上不同国家的名字 原来来自不同国家 凡上尽天良 犯了天地不容罪业的罪灵 在其他大地狱惩戒过后 就会发放到这个地狱下油锅 炸到魂飞魄散 这个地狱的油锅非常巨大 负责执行的鬼差 比无间地狱的鬼差还要高大 力气也其大无比 其中一个鬼差对我说 我是这个地狱执法的鬼差 以前这个地狱没这么多油锅 油锅也非常小 现在时代在发展 人造业也非常快速 以前的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的人为钱 为名 为力什么都敢去赚 去偷 去抢 坏事做紧 所以油锅不断在增加 我们只要接到告示 宣告完这个亡灵 所有的罪业后 灵体就会被投下油锅 乍到魂飞魄散 从此天地没有这个灵体了 现在很多人在人间表面风光 有钱有势有地位 暗地里却又做尽坏事 这些人中很多都是 前世有修为的 下到人间迷惑在尘世 罪业滔天 地府现在正在列出这些 在世洋人所犯罪业 只等他们福得漏尽 元寿忠实 急命鬼差 前往捉拿 带到殿前审判 入个大地狱受完成计 再转送这里陆游过 在人间有名有利 有权是又如何 又带步走 唯有夜随身 可悲可叹 鬼差押送一个男罪名过来 拿一张纸宣告 XX罪名 来自XX国家 贵为领导级人物 贪污枉法 又不仁杀害 与其政治有利害关系的人们 陷害忠良 又犯无数淫欲罪 甚至利用权力威胁 逼迫女子 虽然在阳间无人知晓 但天地难容 死后在其他地狱受刑后 转发这里下游锅 说完 一把抓起 罪名投入锅中 罪名沉入锅底 发出滋滋滋 灵体的尖炸声 骨头瞬间都炸没了 只剩下一些 黑渣浮在油锅里 黑烟从锅底冒出 附在黑渣上 鬼差拿了个过滤网 把黑渣捞出 倒在油锅前的下水道 另一个罪名也是一样 一张纸宣判 XX罪名 来自XX国家 在其国家有着 不可小看的影响力 社会地位崇高 可是勾结无良商人 欺压百姓 私吞国家巨款 又牵涉数条人命 虽然一样 在人间无人知其罪行 死后 陷入其他大地狱受苦 惩戒王后下游锅 另一个罪名 XX罪名 来自XX国家 帮助白盗 黑盗洗黑钱 又官商勾结 贩卖国家军火 帮助权贵 玩弄女色 从中收取巨额利润 犯淫欲嘴 死后一样 先入其他大地狱受苦 惩戒王后下游锅 XX罪名 来自XX国家 黑盗人士 走私贩毒 是帮派中 有影响力的人物 杀人 又从事情测行业 让无数女子堕落 勾结高官人物 帮助他们 为非作胆 死后一样 先入其他大地狱受苦 惩戒王后下游锅 看完后 弟子意识清醒 又回到阳市 请师父慈悲解答 是否属实 答 真的是这样的 那些人 下了油锅之后的渣 倒倒下水道 通向阳间的粪坑 慢慢地 就生出各种小冲 从此他自己的灵体 就没有了 他没有意识 自己是谁了 这个灵体 从此就没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骗不了菩萨 骗不了鬼神 作恶一定会有恶报 很可怜很可怜 -20118 -11-4 来信答疑 26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